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今天的第一个家庭作业练习 那就是雪人Snowman 那我们的雪人成品要长像这个样子 OK 这是雪人 那这个雪人呢 你可以看到它很简单 一个大球 一个小球 然后呢 还有两个更小的球 然后一个鼻子 鼻子呢 用圆柱就可以了 其他四个通通都是球 OK 那 除了现在各位不会做的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颜色不知道怎么做 其他你应该都会 那 你说光线吗 对 光线会是一个很重要 如果你打的不好 同样又雪人 打光打的不好跟打光打的好 那个效果会差很多 还有你的颜色和材质 色的好跟色的不好 效果也会差很多 那今天我们会先教各位 那今天我们会先教各位 除了刚刚基本操作以外 基本最简单的颜色设定 OK 我们会教各位 那进阶的那种材质之类的设定 之后还会再讲 好 所以呢 动作就是 加UVSphere 加UVSphere 然后呢 加Sylinder UVSphere就是那四个球 对不对 然后Sylinder呢 就是那个鼻子 然后利用刚刚所教的 GSR 平移收放旋转去弄成你要的大小 然后呢 因为眼睛有两个 所以你可以用复制的 复制就是你选的那一个物体之后 按ShiftD 它就会复制 一份 眼睛 眼睛是两颗球 那按ShiftD它会复制 那复制完之后 你稍微把它挪动一下 你会发现 目前你选的 有另外一颗会出来 要稍微挪动一下 不然它会重叠 也会看不到 所以我们进入Blender 然后我们一个习惯是 切割两个视窗 视窗又大 然后又容易看 那一个视窗呢 采用使用者视角 另外一个视窗 采用相机视角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删除那个立方体 然后新增一个UVSphere 然后再按ShiftD呢 再复制出另外一个UVSphere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新增 那复制完之后呢 把它放大 这样变身体 然后呢 有一个地方要设定 不然你的雪人看起来会很丑 你看这上面跟下面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有隔状 下面没有 下面平滑的 所以你要在这个Object Tool里面 有一个Smooth Shading Smooth 这边给它按一下 它就会变平滑 好 按F12你就会看到 这个一大一小球的成像 如果位置不对 稍微调一下 好 太大了 就缩小一点 那 新增一个圆柱当笔子 好 那笔子这样实在是太大了 缩小 拉长 然后呢 旋转90度 按R90 它会刚好90度 那R90之后呢 这笔子接上去 变成这个样子 形状出来 好 接下来呢 再按Shift D 复制两颗球当眼睛 那 其实你是Shift D 复制一个出来 之后把它缩小 变成眼睛的大小 再按一次Shift D 移出来就可以 那 眼睛你要放在适当的位置 所以你的GSR那些动作要 手链 你才有办法放的刚刚好 那有些人会放Y 待会一定有同学会放Y 那你试了就知道 那这是一个 不错的方式 因为你放Y 你才知道怎么样子才放正 好 那放上去之后 OK 雪人的主体完成 完成之后呢 按F12成像 雪人的主体大概出来 问题是 颜色没有 品质会差很多 把它设成黑色 怎么设呢 按这里 这里有一个Material 把它点一下 然后呢 下面这里有一个Diffuse 选它的内容 它会出现一个色表 你在色表上面选黑色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会示范 然后接下来呢 你再把鼻子设成红色 OK 一样的方式 然后 然后 就会得到这个雪人 那如果你觉得 这个雪人不够白 可以 因为它其实雪人 这个球刚弄出来的时候 是灰色的 你可以把它设成全白 看起来会亮一点 然后再来呢 灯光 就算你雪人白了 你灯光只有一盏 你看起来还是不白 所以呢 你可以再加灯光 或者使用环境光 等一下我告诉你 怎么用环境光 那有一种叫做三点打光法 就是说我把灯呢 射成三窄 然后用这个三角形的方式 那这样打出来的灯光 每一面都会有 这样会比较均匀 那做出来雪人像这个样子 好 最后呢 请你存档 因为这要交作业了 交作业了 所以你要存档之后 然后一样用网织的方式 然后把连结贴上来 交作业给我 放到社团里面 好 那你最后 可以按F12看一下 你的雪人成品 好 那我们就来制作一遍 那各位 先不用急着跟着我做 你先看我怎么做 我先把blender重新打开 好 好 那这个 我先把它剔 删除掉 分割成两个视窗 OK 这一个视窗呢 就用相机视角 OK 放大一点 这个视窗呢 就用普通的视角 但是我现在我希望是 先把它切成正视角 任何东西我都喜欢用正视角开始 那在这个正视角上面呢 你可以选这个 perspective 和那个 不是perspective 那perspective的话 会比较平 而且有格状 会比较容易处理 好 那在这里呢 我把这个 因为我们没有立方体的 雪人都是圆的 按住的 所以我把这个删除 按X Delete 好 然后呢 我把游标放在这里 我按Shift A 或者是用这个都可以 那用这个的话呢 我就新增一个UVSphere 这个球上去 好 那这个球呢 请注意 我现在先让它直接平滑 那等一下就不用一直重复射平滑 我先让它平滑 你可以看到 我先试一次 如果我按 诶 没有照到 好看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照到 我看一下 我的相机在哪里 OK 相机 我看一下顶视角 有时候 有问题是因为你 有没有看到 相机照了这里 但是呢 你的球却在这里 所以照不到 那把这个呢 移动过来 再按一下F12 这样有有照到 OK 所以呢 再回到正视角去 那这时候 OK 按T 选择Smooth 这样它会平滑 再按一次 你会发现它球没有隔壮 没有隔壮 没有隔壮 这个是我们要的 OK 这个 我按 选了这一个之后 我按Shift D 移出另外一颗球 好 让它呢 变小 放到这上面 按F12 按F12看看 位置差不多 OK 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 可以再移出两颗球 做眼睛 那 我再按Shift D 又移出一颗 做眼睛 缩小 这个就要小一点 但是这样看 你会看不准 对吧 因为我这个球 到底 各个角度在哪里呢 会不会很准 我现在用顶视角来看 OK 我们现在呢 相机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眼睛 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把它往前移一点 好 这样看不是很清楚 这个眼睛显然还太大 再小一点 好 这样差不多 那 这个眼睛呢 问题是它的垂直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其实不是很清楚 那 我们 回到正式角 OK 这个垂直的位置 假如这样的话 可能差不多 OK 好 那 正视角 OK 现在 我觉得 这个也怪怪的 因为我希望正视角 测视角 好 都可以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要看一下 右边 右边 这样子视角 才是正对我 因为我现在是朝着右边 好 那这一颗球呢 我们 再按一次 Shift D OK 这样子 复制出来 两个眼睛 那眼睛的位置可能 调的目前没有很好 那没关系 现在我会发现这个雪人没有正 对不对 你会觉得怪怪的 这雪人好像两边不太对称 我按B 光起来 全部一起移 这是一个办法 那 OK 现在我眼睛已经有了 我要做鼻子 我先回到正视角 来做鼻子 在这个地方 我 新增 Shift A 新增一个 C 哇 这个柱子很大 对不对 缩小 移出来一点 缩小 好 接下来呢 在这里 这里 你会发现说 我牵视窗之后 那个右边的东西会 跑掉 对不对 会移过去 你按住滑鼠中键 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呢 去移动它 按住滑鼠的滚轮 然后去移动它 你可以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东西 把它的鼻子拉长 小木偶的鼻子 说谎会变长 好 那 拉长之后 这个 再缩小一点 因为可能还有点大 再拉长 你是说 拉长吗 拉长是按这个 选这个 有没有 这里是旋转 这里是平移 这里是缩放 缩放的这个 你选蓝色这个 就可以拉长 OK 好 那 接下来我要旋转哦 而且我要旋转 刚好90度 选R 然后呢 90 OK 直接输入90 就可以转正好90度 那如果你用转的也可以 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正 好 那我再按G 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好 这样子呢 如果太长了 再短一点 好 差不多了 这样OK 按F12 哇 鼻子跑到别的地方去 对不对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 角度不对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顶视角稍微把它拉回来一下 然后呢 再 拉回 哎呦 再按G 拉回来 好 按F12 这个 这时候接的 还不错了 还不错 这样子 雪人的外观 大致满意 剩下来的就是颜色 那颜色呢 要设这里 所以呢 我先选 我两颗眼睛 要用同一个颜色 所以呢 我先选其中 我先设定鼻子好了 我先设定鼻子的颜色 鼻子的颜色呢 在这里 它有一个material material 选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这个material没有东西 记得按这个new new 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material.001 这个名字 你其实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 我把它material.black 那我就把它改成黑色 点这里 这个diffuse的这里 改黑色 那你会发现说 ok这样好像没有黑 对不对 ok 那其实这个是rgb的色谱 r是红色 g是绿色 b是蓝色 blue 那rgb通通都调成0的话呢 就直接是黑色 ok 所以现在这样子 它的 这一个鼻子是黑色 我现在是设鼻子 我应该设红色才对 抱歉 所以我鼻子应该设这个 我就点个红色吧 ok 好 这个颜色ok了 鼻子红色 我刚以为我在射眼睛 好 这样鼻子红色有出来 ok 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不满意 你可以再稍微调一下 太红或不够红 再调一下 好 这样子 ok 那鼻子就这个颜色吧 那接下来我要选 在这个成像的地方 你不能选 要在这一个你才能选 接下来我要的是眼睛的颜色 一样 我把它选 选了之后呢 拉成黑色 然后点一下 ok 这样眼睛就变黑色 你有看到这边其实已经变黑了 ok 按一下F12 一只眼睛黑色了 另外一只怎么办呢 另外一只其实不用再射了 因为 另外一只直接从这里 有没有 它这里已经有一个material 001这个 ok 选了 它就变黑了 那按F12 就会成像 那你会看到说 这里 ok 这个叫做001不太好 black001 因为刚刚我设错颜色 这个应该是红色 ok 然后呢 再选这个black 就不用再001 好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材质是预设的灰色 这个留着 这个留着 没关系 好 所以你三个材质都有了 那这样子按下去 ok 这个雪人大致上 ok 只是灯光 太暗 ok 那这个太暗的问题 我们先把颜色的问题再解决一下 这里有这个 这个球的颜色我觉得 诶 怎么讲 就是 就是我希望让它变白色 那全白的话呢 是通通都是1 或者是我点这里也可以 这里 就已经几乎是白了 好 这里就很白 那这边呢 就一样把它选成那个白的 ok 这样看起来会白一点 但是呢 还不够白 因为灯光不够亮 所以呢 我们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让整个世界都一次变亮 这个方法是在这个 word 世界 这个里面 然后往下拉 它有一个叫做Environment Lighting 这叫环境光 环境光用白光的话 ok 哇 太亮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的能量是1.0 1.0是很高的 所以我直接把它改低 这样好一点 ok 所以我用0.2或0.3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雪人就这样子做完毕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雪人的样子 ok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家庭作业 各位都要做 而且要交到社团上来 这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谢谢不行 谢谢 感谢观看